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十一月开始就陆续会有新石雕展示 每件石雕作品的奖励金是新台币六千元到八千元 其实对于很多石雕艺术工作者来说 根本就是不符成本 但很多在地的创作者仍然热烈参与 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家一世在侏罗城的时代 形状像颗桃子 所以又称为桃城 在东西南北城门还没有被拆除之前 有条最热闹有名的打石阶 石猴雕科始祖詹龙就是发迹于此 也是家一世石雕创作蓬勃发展的起源 时至今日 每年除了在政府的推动之下 这项石雕创作其实它最大的支持者 还是要靠一群热爱石雕创作的在地艺术家 取名是嘉义的桃城石虹这样 因为它是代表嘉义的桃城 头子城这样 像你这个就会有那个浮雕的那种立体感 那是亲情啦 就是说母亲护 科护 护小孩这样子 大型的猴子龙是第一次跟我先生合作科的啦 这个功喔 这个要汇力气啦 好 很大的力气才完成 像文化吉他可以帮我们去争取比较好的那个货用 再来带大家去看一对热血的父子党 他们共同的嗜好是玩极限单车 而且儿子还因此成为国手呢 父子经常同场切磋禁忌 五话不谈 骑在20寸的极限单车上 快步踩着踏板 遇上障碍物都能轻松的飞过 他是台湾极限单车界的明日之星 郑乔红 去年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杯极限运动赛 虽然受了伤 但他也坚持到最后一刻 为台湾勇夺一面金牌 极限嘛 就是要热血 你就是要拼一下 上去我就把那个呼吸线拉到最紧 就让脚先没感觉 就等比完赛了再放松开始休息 乔红他本身也有一点天分 然后就也很喜欢这个运动 他目前可以算是台湾数一数二 可以代表我们台湾的 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比赛 看着爸爸帅气的飞越障碍 完成特技动作 让郑乔红也跟着爱上极限单车 又会一起练习单车 互相切磋 让这对父子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你想玩就去玩它 你不要把它当作它是一种比赛 不要把它当作它是一种竞争的游戏 面对极限运动的挑战 年轻的郑曹红除了不断的突破自我 抵造家机 更期许自己能玩出个人风格 成为极限单车界的台湾之光 每天短短几分钟 我们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新闻 这下来自最在地的报道 希望你喜欢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